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早就知道了 因为平常你跟玉池每次出现脸上都有一抹甜甜的浅笑 是 我今天刚从石家庄归来 我跟你们可以报告一下 我们石家庄人民现在都在砸磨幸福的滋味 而且你看我还给带回来一份喜报 这一份报纸 这个烟罩我们那烟罩都是报不错的文道是吧 是不错报纸 你看你们只要说我们幸福 我们石家庄做三大版的 我们就是你看 中科院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石家庄居民幸福感 Number one Number one 而且你知道我们石家庄的新闻界 好家伙疯狂了 一下做了好几板 而且就是纷纷到街头 随访市民 你看 先别说石家庄了 我们河北 承德知道排第几吗 承德的幸福指数排名全国第四的消息 河北人幸福成这样 承德排名全国第四的消息 让承德市民感到些许意外 记者在随机调查采访时发现 几乎全部被访者均称 他们理想中的幸福还没有如鱼而至 但是对于排名市民们都感到很自豪 而且你看我们这有一个叫卢海英的记者 写这个手记 说就表达石家庄人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的感受 早上突然从网上看见消息 一夜之间自己成了全中国最幸福的一小部分人之一 这个在全国294个大中小城市中 石家庄的幸福感指数位列榜首 这个消息带给我这个石家庄市民的感受很复杂 先是震惊 继而迷惑 最后在带着一点羞愧当中 甚至觉得愤愤不平 你们凭什么 把我们这平凡而不乏叹息的生活统计的那么迷人呢 但是你看人家说的还是很全面 就是说啊 这个站在现在回望过去 每一组城市建设的数字都响亮的告诉我们 幸福的脚步是那么真切 不容怀疑 而来自个体的声音中又总是喋喋不休 幸福还是那么遥不可及 你看这是 那你作为石家庄人 你得知你们排第一你什么感觉 你迷惑呀还是你惭愧呀 还是你觉得哎呀正可好啊 我随大家吧 随大家要都幸福 我就跟着都幸福了 没什么了不起 不过我好奇就是陈德都排第四 北京排第几啊 哎呦北京排的第十号几呢 是吧 北京啊 排排地 还是倒数啊 你今天你就从北京来 他就刚才跟我讲 他就不觉得幸福 那不如我们石家庄我觉得算了 要不把北京这个行政区化 化归回河北算了 就是河北你看是吧 就陈德排第四 石家庄排第一 这多牛啊 哎你看人家这说的啊 这个这个生活在这个和平和发展的时代 我们无疑应该是幸福的 这跟过去比 但是294个城市的横切面看 你看我们石家庄人多谦虚 多实在 说从294个城市看 我们是否幸福到了全国第一 心里还是坠坠的 那些数字和排名 总是给人压力 幸福这种纯属私人感受的东西 还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而已 你赶紧抱着 石家庄人比较喜欢偷着了 有反省 烟造独自保 这还是不错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你个人感受 觉得你幸不幸福 跟幸福指数要良多的那个幸福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就你一般你问一个人 信不幸福 我们每个人对幸福生活 都有些定义 都有些要求 人类最大的一个共通点 无论你是本拉登的支持者 还是美国人 大家最共同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不觉得自己幸福 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 是不是 所以任何时候你去问这些人 他幸福吗 都不会告诉你说他幸福的 但是我们现在讲 全世界最喜欢讲这什么 幸福感调查 幸福指数 他指的是什么 他指的是一组 非常客观 或者相对客观的一些数据跟指标 那些指标 他讲究的完全不是你个人感受 他是另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不能混淆起来的 我这个特地查了一下 说这个所谓望闻深意 说幸福到底指什么 结果一查那个词典里边 幸这个字的第一个意思就是顺利 而福的第一个意思也是顺利 感就是一种感受触觉感觉 所以我一下子就知道原来幸福感 其实就是事实顺利 处处顺心 所以你就说 为什么我说在北京 这个幸福感差一些 那我想你们石家庄可能不堵车 你看我到这来做节目 提前一个小时走 对吧 有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了 有可能一个半小时才到 所以我这个人 幸福很飘忽 对 我没有什么信誉 因为我不是早到就是迟到 偶尔准时 但是不是我造成的 交通造成的 所以如果生活中一点小事 都会让你觉得处处置走 你幸福感从何而来 而且你看 这个幸福 要不说真是 它确实挺个人的一个感觉 你比如说 你想我为什么不幸福 因为我妈妈病了 那我开着车 我从京师高速上走过来 我就发现 我就一肚子的脾气 你知道吗 看谁都不顺眼 有时候车窗外边 看见一个人就觉得 还穿成这样 还好意思上街 你看前面有砖头 摔着半子摔泥了 你这个心态有辱 石家庄人民 对 因为我心情不好 那么然后后来走到京师高速 收费站门口 我也是发牢骚 我收多少年了 还收费 主要他赌嘛 我说你要收快点嘛 你这 我不跟你说 我真的就这个事 我从京师高速上最近老走啊 我就发现有点不大幸福 为什么呢 您想到啊 这个开着车啊 现在97号汽油是涨价了 8块6毛多 93号汽油是7块6毛多 一般从北京到石家庄啊 至少半缸 多半缸油 多半缸油 我平常比如加满 我那车可能稍微腐败一点吧 对吧 光这个油钱 我跟你说 就300块钱 两三百块钱 一天啊 就你单程啊 从北京到石家庄 哇 来回油钱 涨了500块钱 然后呢 收费 我跟你说 从石家庄到北京京师高速 这一段 他还分两段收 这一段85块钱 然后从河北界到北京这一段 15块钱 就是说单程100 也就是说 你在石家庄北京师打个来回啊 这个路上的这个收费站 收你200块钱 加上这个油钱 500块钱 500块钱 700块钱 700块钱 你开着车的人 我不说我了 你普通很多开着车的人 这个时候你就不但觉得幸福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还是要在石家庄不能动 你看你一在北京和石家庄之间 这一栋 谁叫你来 幸福感立马下降 对不对 而且就留在石家庄幸福的很嘛 不是 就说 你说文道 你说香港人幸福吗 你如果就这么问主观感受 那当然非常不幸福 是不是 因为香港人最近我们都知道 看电视新闻 看报道都知道 一堆怨气 讨厌这个 骂那个 恨那个的 是不是 那如果从特观指数去看的话 那香港恐怕也不一定太幸福 为什么 因为香港最近几年贫富差距太大 然后收获 有的皮肤坏 对 贫富 不是皮肤差 贫富 你是什么 什么指标 你这叫 我还爱那天是哪个女人 说的什么东西 我相信她还是很幸福的 太幸福了 那天有个女嘉宾叫李爱 我为什么记得这个 她就说看男人看皮肤 她就说皮肤好的 那个就是幸福的 皮肤不好的往往不太幸福 真的是这样 养的脑满肠肥的嘛 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要量度这些指标 其实我觉得准确来讲 这不应该叫幸福指数 它叫什么呢 它叫做生活质量指标 因为你看它量度的是什么 它量度的是你的治安状况 对 你想想看一个城市 治安好的时候 老百姓会觉得幸福吗 其实你不会觉得特别幸福 你只有等到一个城市 自然糟透了 你会觉得特别不幸 但如果这个地方保证治安都很好了 你感觉不到的 其实是 是不是 贫富差距 这个城市是不是没有人太有钱 然后让很多人看了 眼发红 心里头很不爽 对不对 它量度的是一连串这样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日常生活 你脑海中你想自己幸福 幸福的时候你想不起来 其实不大会想起来 真的要做这个幸福感 我还想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虽然在南京 就是但是物质也没有今天丰富 我就觉得最幸福的是什么 就是过春节 我就买新衣服 吃好吃的还在其次 最关键的是家里给你一笔钱 让你去买那个年三十晚上放的烟火 我就抱着一个纸箱 口袋里穿着钱 然后沿着那个卖烟火的一条街 买各种各样的烟火 我那个想想发了大财了 对啊 你看这个怎么怎么量度 所以你看幸福的一个规律 你得一苦你才能思甜 是吧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对联 就说这个一个叫什么呢 不见棺材不落泪 下联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横批就是人性 人性如此 真的 你每每你说这个后悔 就是说 哎呀 为什么当年不珍惜跟亲人们在一起的时间 为什么明明可以多回家 我却没有多回家 可是我跟你说 再来一回 也一样 甚至是男女恋爱 你看 往往是失去了之后 哎呀 在这痛心疾首 我当时对他怎么怎么 那个样 但是我告诉你 很多个个案呢 上帝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又回来了 然后你会发现呢 依然如是 就是这么要命 故技重施 就是你根本 你不能自控的 你也沿着一个人性 再犯一次错误 你再犯同样的错误 一次又一次的再犯 所以如果要照这么说的话 那如果人们能学会把遗憾当成幸福 那恐怕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那不就受虐狂吗 把遗憾当成幸福 也许遗憾是幸福的反义词 但是可能反义词当中 有一条通路 正反两面 一时之间难以想象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 不是受虐和施虐 就是说能够把不幸 在不幸当中发现幸福 就像你刚才说 病人很快就面临死亡 但是他渴望明天早上 看到日出 其实就在不幸当中感受幸福 而在幸福当中 能够感受到不幸 或许就是居危思安 居安思危 在分杂的社会当中 体会到幸福 在幸福当中能够看到 也许有不好的事情 正在向你临近 可能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有责任 整个一女老子 你骂我 没有 就是我跟你讲 也有很多人说的很实在 就是说咱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但是咱们知道什么叫不幸福 对吗 比如说现在最近网上流行几个幸福脸谱 什么幸福的图画 我给你们可以看看 这个话 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做公共汽车 就是在挤公共汽车 鸭子 你瞧瞧没有 这是公共汽车 再看下边 这是地铁 北京地铁的盛况 你再看下边 这是网上的创作 这是春运 看明白没有 地铁一号线勉强可以 但春运 坑爹 完全上不去 我就很多时候就想 我这次这个我爸爸 就是坐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 在时代中 我就发现早上上班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很小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看老人挤不上去 没有人让座 我爸爸说在他年轻的时候 中国是让座的 给老人让座的 现在没有人管你 挤啊 推 推不上去 他那个腿脚不灵便 那个公共汽车的这个台阶啊 比较高 就高嘛 对吗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事 完全正常吧 可是你知道加拿大是什么样子 啊 我们家有人在加拿大 会讲啊 我才都没想到 这个幸福在于细节啊 加拿大的这个公共汽车 你的想不到 它是多么神呢 到站的时候 整个公共汽车的这个地板呢 下降了 香港也是啊 是吗 香港也是啊 香港现在都是用这种车 实际上是这样的吧 因为你没坐过大巴 一下下降了 跟这个马路沿平的 所以轮椅都能上 轮椅都能上 老人平着就进去了 对 可是你看啊 这是 而且就说这个 他们说加拿大那个 甭说冷空调了 就是冬天 里边热的穿背心 就暖气开的 在一个公共汽车里 那么你说 这个咱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呀 你这个 所以呢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讲幸福指数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尤其中国要真的把这个当成是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幸福指数 虽然我刚才讲 它其实不能够保证你很幸福 但是它给你的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做的好的话 这些这几样指标 它给你的是你能够幸福的基本条件 闻到这个说的好 这是一些必要条件 但它不是充分条件 就不是说你这些都有了 你就必然幸福 而是说你没有了这些东西 你肯定不幸福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个幸福感 其实是个社会问题 就我们先解决一个社会的方面的一个幸福基础 然后我们再来谈个人问题 你个人情感是否满意呀 或者是你对幸福的理解是否贴切呀 对 比方说啊 像我们过去几年 十几年 我们专门讲这个经济发展 是不是 专门讲GDP 那结果搞到今天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贫富差距很大 对吧 然后食物不安全 药物不安全 喝奶怕有毒 吃出门吃菜怕有地沟油 然后呢 住房子你怕什么时候回家 推土机把它给推了 是吧 带着孩子上街什么就给人拿去给卖了 那这种不安全 你常常觉得生活在危机中 这个东西是过去 我们没办法去客观的量化这种不安全感 没办法去具体的把它当成一个指标 看怎么解决的 但如果出了幸福指数之后 这些东西是可以量化的 因为安定感是很重要的东西 对 你比如刚才我举我小时候买烟花那个例子 你想那个孩子啊 他是很有安全感的 他觉得我不怕我没有饭吃 不怕我没有衣服穿 然后在这个很安全的时候 我也没有什么压力 也不需要为了生活 你才会想的这事 是拼搏 然后又是那个寒假 又是春节 然后你又口袋里有两个零钱 那种幸福 所以其实跟这个社会 你现在口袋里不止两个零钱了 这都都西周的郁绝了 你还没这个幸福呢 可我很怀念那个 捧着纸盒买烟火的幸福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现在也有一种我挺难理解的啊 就是那我觉得有点这个就什么呢 节操了吧 你像我们一个同事讲 前几天碰见一个人 他现在呢就是等于是在农村里啊 搞一个这个乡村图书馆 都是靠这个捐赠的 都是靠捐赠 他好像个人收入啊 现在就一个月就700块钱 就等于在村里这个生活就非常少 可是原来呢 他在这个北京城里啊 他可能一个月挣几千块钱 就就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俩聊天 我这个同事至少从表面观察 就觉得他很幸福 至少是装的很幸福 说你这很幸福 说这幸福在哪呢 他就说啊 他说他原来在这个中关村这边 在在在咱们这边的时候 都整天满耳都听到这种喧嚣的 这个这个噪音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他现在在这个乡村里生活呀 他就觉得真是这个鸟语花香啊 整天听见鸟叫声醒来 潺潺的这个流水声 他就整个觉得这个人神清气爽 对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在一个大的城市去拼搏去努力 然后我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够回到家乡去 或者归隐一种田园 可是问题是 今天中国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乡村或者农村地区是 急速的凋壁化 现在不是很多留守老人吗 就整条村都是老人 年轻力壮都到城里去了 然后不是老人 就是老人看着一些小孩 然后这个田没有人管了 这个地随便拿去收了 搞了什么东西 环境也很糟了 这是个乡村凋壁 那乡村凋壁有什么问题呢 乡村凋壁带来的就是整个家庭 问题也会严重 就家庭的各种纽带都断了 因为过去中国人的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乡土社会 我们是建立在一种乡土社会上的一种家庭伦理 今天我们在想所谓的归田园 这个田园在哪呢 但是他刚才讲到 他是建了一个乡村图书馆 你这是因为 我觉得这不是因为回乡 我觉得空间有 空间会有一种置换 当然 但是可能在这个空间当中 更重要的是他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没错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是他觉得他在做一件 他觉得是符合理想的 他正在为这个理想付出 而且付出的很快活的一件事 对不对 所以和我小时候买烟花笔 我觉得现在写作 能写作挺幸福的 就是啊 还真能觉得干活幸福 真的 你做主持不幸福吗 不幸福 我觉得我还是主要第一为了谋生 第二呢顺带着能为正义的事业 天真加瓦一点 也是功德 有功德的 但是我觉得是 就是说 如果说我有了充分的这个 这个 钱的话吧 有了这个可能 那么我还是想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是说 我不是想离开 别别这样 我还是幻想能够到一个世外桃源的 那个地方 陶醉在自己的个人爱好里面 跟这个世界 这个喧闹的世界 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你爱好什么呢 你爱好什么呢 你看我跟你说啊 只要不为生计担忧 我就是天天看书 我都觉得很幸福 很快乐 真的 那么你说什么 当然你说 这个我过去跟人谈过这个事 他们就说啊 就像你说的 做有价值的事 这事我一直有点弄不明白 就比方说啊 很多青年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就说这个人呢 你这个要解决你一切的悲剧 是吧 只有一个办法 做你爱做的事情 是吧 投身于你那个喜欢的这个事情里面 可是坐下有一个学生问了 那我就喜欢搞女人 怎么办呢 我这辈子没别的喜欢的 我就喜欢搞女人 这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些古希腊的伦理学家 他可能就会说 那你就好好搞 搞好点 这你就看到限制了 搞出本事 不是 这你就看到限制了 就说 因为那是你的本文嘛 那是你的 你那个 就是他的方式 他的operating 那个不叫幸福 那个叫没有节制 对 当然节制很重要 但是有些哲学家会认为 每一个人有他的一个功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